近日 武汉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公布 亲眼目睹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过的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江成熙 5号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称 短短19天时间完成近千万人口的核酸排查 且未发现确诊病例 这对他本人以及在武汉的韩国侨民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安心的事情 二月二十号 江成熙搭乘货机逆行武汉旅新 随着抵达的还有韩国地方政府 企业以及民间给武汉捐赠的救援物资 上任后 江成熙和总领馆的同事们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 为留在武汉的一百多位韩国侨民 提供应急医药物品 生活必需品的援助 任职至今一百多天的时间里 江成熙清理了武汉从最艰难的时刻 走向全面解封 直至恢复往常面貌的全过程 官民一提 有条不紊 这是他对包括湖北武汉在内 中国各级政府及民众应对此次疫情的评价 湖北和中国在灾难的时刻 在疫情内被冠犯中 在一句话 民众应对民间 互人事件 在基础中 因此不紊的 因此不紊的 防疫和 同时 对此为止 将成熙还特别提到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采取25%混检加75%单检的方式 他认为这种方式对于韩国乃至国际社会应对疫情防控都具有参考价值 国际社会公司法律主义的方式 江成熙说 疫情期间 两国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相互共享抗疫经验 对以后两国关系发展和民间交流都会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今年正逢韩中建交28周年及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势力10周年 以此为契机 总领事馆将推动韩国与湖北 武汉开展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